湖北荆州驿商场内发生骇人听闻的电梯吃人事故 一位母亲及其三岁的孩子 突然掉进了正在运行的扶梯内部 母亲奋力将孩子拖了上去 但自己却没能爬出被电梯吞没 如此恶劣的事故 商场却在事后推脱责任 称是母亲所踩位置不对 那么事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谁又该为此次事故买单呢 2015年7月26日上午 张伟带着妻子向柳娟 以及三岁的儿子童童 来到安良百货商场逛街 向柳娟想着给儿子买几件衣服 便和丈夫来到了 位于商场六楼的儿童服装区 买完衣服后 童童嚷嚷着要去坐电梯 张伟便让妻子带着孩子 去坐身后通向七楼的扶梯 自己则提着购买的东西 在六楼电梯口等待 本来坐上行方向的扶梯 然后再拐个弯下来 并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在六楼的扶梯口 也并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 所以向柳娟就牵着童童的手 走上了电梯 但是在电梯快要运行到七楼时 向柳娟看到电梯口处 站着两名商场的工作人员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电梯好像有问题 让她把孩子抱起来 向柳娟立刻将儿子抱在了怀里 因为就算她现在知道了电梯有问题 可也没有办法走下去 只能选择继续上行 到了七楼扶梯口时 她本想着注意一些 尽量快速离开扶梯 于是直接踏到了第二块踏板上 但就在她踏上第二块踏板时 她抱着儿子 整个人突然下坠 踏板翻了 在这危急关头 她只能奋力将抱在怀里的儿子举了上去 站在电梯口的商场员工接过了彤彤 但是向柳娟却卡在了电梯中 而商场员工对这一幕吓得尖叫 但是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其中一人上前拉了一下向柳娟 似乎是想拉住她不再下坠 但是电梯的拉拽力度很大 她也不敢站在 安全细数位置的踏板上使劲 只好松开了向柳娟的手 而另一名员工则傻傻地看着 按理说发生这样的突发事故 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按下电梯旁边的紧急按钮 让电梯停止运行 随后立刻拨打救援电话 但是这两名员工不知是忘了 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并没有关停电梯 因此向柳娟被电梯的拉拽力度 彻底拖进了正在运行的电梯内部 这时他们似乎才想起拨打消防求救 等到消防队员赶到时 电梯已经被先一步赶来的 商场维修人员关停了 在了解了电梯的构造之后 消防人员对电梯进行了拆解 并从中找到了向柳娟 此时的向柳娟 因为电梯的摩擦和挤压 几乎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 虽然他再被救出电梯的第一事件 就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但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张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他要求商场 必须要对此次事故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时 相关部门也成立事故调查组 调查此次电梯故障的原因 湖北一对母子乘坐扶梯上楼 却在楼梯口突然掉进了运行的电梯 母亲用生命将孩子拖了上去 自己却永远地离开 而这起事故本可以避免的 事故发生后 调查小组就分别从电梯本身 以及商场方面进行了调查 调查人员调取了当天的监控 向柳娟和孩子被卷入电梯的时间 是早晨10点09分 但在事故发生前的几分钟里 在10点01分左右的时候 是由一人乘坐电梯上楼 走过踏板位置时 并没有发生异常 四分钟后 也就是10点05分 一名商场员工乘坐旁边的下行扶梯下楼 但是他突然想起 还有一份资料需要签字 便又从旁边的上行电梯返回7楼 而另一名员工 则站在7楼的楼梯口等他 两人会合之后 共同走过事故电梯的踏板 但是当两人踩到第二块踏板时 踏板突然松动了一下 但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两名员工被吓得不轻 立刻打电话给了7楼的维修部门 但是两人并没有在6楼上行楼梯口 设置安全警示标语 也没有人站在楼梯口提醒顾客 电梯出了故障 所以在10点09分时 向柳娟才会坐上这步 已经出了故障的电梯 很明显 商场员工并没有尽到 及时提醒的义务 并且在事故发生后 也没有做到 及时正确的处理事故 但是对于没有第一时间 关停电梯这一行为 两名员工则表示 他们当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以为是电梯撬边了 而且他们并没有接受过 电梯事故紧急处理的培训 说明商场的应急预案并不完善 同时 另一组调查人员也对电梯本身 进行了检查 发现导致事故的原因 是电梯的前沿板 与盖板之间的连接 有所松动 导致盖板翘起 再向柳娟踩到盖板上时 盖板因此发生了翻转 而导致盖板与前沿板 连接松动的原因 是因为盖板的尺寸 与图纸上标注的尺寸不符 图纸上是22个毫米 但是实际的盖板 却只有20个毫米 长度不够 导致缝隙变大 安全隐患也就变大 那么安装电梯时 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一情况的 但是当记者向相关公司了解情况的时候 对方却直接挂掉了记者的电话 并且联系该公司的四名安装公使 几人也全都表示 自己没有安装过这部电梯 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质监部门 但是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 安装和维修电梯的公司 从该公司找到了 五名负责维修的师傅 但是当记者一一向 这几名师傅询问情况时 大家又一致表示 自己没有接过商场电梯维修的单子 还有一人则直接表示 自己已经辞职了 但是根据相关调查组的分析 之所盖板会松动 很大的原因 其实来源于电梯维修 一般来说 电梯维修应该每15天 就检查维护一次 这样才能保证 电梯的安全性 但是这个并没有 硬性要求和规定 通常都是靠师傅们的自觉 最后调查组认定 此次事故商场的责任最大 但电梯安装维护公司 也要承担次要责任 只是商场却在这个时候 耍起了无赖 监控下这骇人的一幕 发生在湖北荆州的安良百货商场内 母亲抱着三岁的孩子掉入扶梯 儿子被母亲第一时间推了出去 但是母亲却卷入电梯内部 历经四小时才被救出 但救出时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可事发后 商场不但没有歇业检修电梯 反而还试图将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商场对于调查组的事故责任划分 表示不满 商场负责人认为 事故发生得很突然 他们并没有时间去做安全提醒 而且这是因为向柳娟没有踩堆位置 之前两名员工也走过了那个位置 但是员工并没有出现事故 所以这不能怪商场 而在事故发生后的当天 商场也并没有停业诊断 只是将所有楼层的扶梯全都关停 而在五楼则拉上了卷扎门维修电梯 第二天依旧正常营业 仿佛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也没有对向柳娟及其家属 表示任何的歉意 就连央视也对该商场表达了不满 直言其太过冷漠 事实上 这并不是第一例电梯吃人的事故 同样也不是最后一例 事故发生后 使用该品牌电梯的各大商场 都进行了一次大排查 其余个事也纷纷加大了 电梯隐患排查的力度 这起扶梯事故 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但是关于这起事故的后续赔偿结果 以及判罚结果 在网上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 希望大家在乘坐扶梯时千万小心 同时也呼吁相关单位 能够认真维护电梯 确保电梯运行的安全 优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